发现了真心 已经发现了 那怎么样使我的真心能够救下来 不要消失 那假如说有妄想心的时候 我怎么样来降伏 所以问题就两个 所以这边这个果就讲 所以如今地听 当为如收 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这边没有讲说菩萨谋杀 只是把他降低 怕我们讲得太高的话 以为说那不是在说我 我们自己都会 应该谦卑是可以 但是不要太 瞧不起自己 我们都会 那不是在说我 那是在说菩萨 我们自己就落得很低 所以我一开口就讲 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性女 只要你是人 人道 在人道之中都可以 善男子善女人 已经发现了 善男子善女人 已经发现了 无上的正等正节心 就是我们的佛性 不生不昧的本体 那么应善如是住 你发现了 这就对了 就是住在你发现的 这一个状态之下 如是住 那假如说有妄想心的时候 用这个如是来降伏其心 所以我们刚有讲那个如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追求 就是追求真如 就是追求到佛性本体 这个如 用这个如本体 来降伏我们的妄想心 所以我们要是要了解到 这个真心一发现 那个高性 是没有办法言语的 说不错 那个愿意很愿意 可是有没有发现自己的佛性 有没有很高性 好像都没有